最后我们来关注已经有加州医院搭建站棚来应对流感案例的上升 南加州的几家医院已经开始在急诊室外搭建站棚来应对正在增加的流感和其他呼吸道疾病患者 11月11日斯克里普斯纪念医院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健康中心的雅各布斯医疗中心和夏普格罗斯蒙特医院都搭建了站棚 这种情况是在圣地亚哥县急诊室的流感病例上升的情况下进行的 上周这些病人中约有9%有流感症状 高于两周前的7% 并表明COVID-19症状的病人在增加 来自斯克里普斯医院的报告说 自9月1日以来有1695例流感案例呈阳性 比去年同期的471例有所上升 卫生专家说目前还不清楚加州的流感病例是否会比晚常更早到达高峰 加州的大部分病例通常发生在12月至2月 流感季节有时也会延长 令人担心的是 即使是经历了流感 人们仍然可能还会受到COVID-19或其他任何病毒的袭击 在美国大部分地区都看到流感季节比晚年开始的早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疾病控制和疫防中心表示 目前报告的流感病例比通常疫区的要多